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之粥 水气蒸腾 滋养出最质朴本真的水中鲜味 身形娇小 平仙享誉一方 劈壳戴甲 也能细腻出仙 与仙为伴 这些潜伏在水中的极致纤维 只待寻仙人来发现 在潮州 仙可以如鱼生般直来直去 也可如鱼饭般悠长绵软 但若论起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仙 恐怕非生蚝莫属 大蚝之乡 景州 海面密密麻麻的鱼排网格下 隐藏着独到的鲜味密码 作为潮汕地区 自古以来的海水养殖重镇 这里出产的母粒肥大鲜美 景州镇不大 却有近万人从事开豪工作 每天产生超过150吨的豪壳 家家户户门前的生蚝壳堆积如山 成为景州一景 一千二百多年前 来到潮州的寒雨 也看到了如同今日的景象 广东流传一句话 叫来月不来潮 百百走一遭 而一千二百多年前 潮州可不像现如今这么受欢迎 官员被贬的目的地之一 就是潮州 公元819年 潮郁被贬到潮州认刺时 但没想到潮州给她的是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 其中就包括饮食 潮郁初次品尝海鲜便诗性大发 诗中提到 蚝壳 蚝香年为山 百时各自生 可见蚝山之壮观 令它印象深刻 生蚝生蚝生长在咸淡水交界 水质纯洁的沿海海域 景州沿岸海水咸淡适宜 海底为黑色泥土 优越的自然条件最适合繁育生蚝 明末清初 景州以大面积养殖大蚝 据饶宗仪编撰的潮州制渔业记载 饶平景州游风 其地年产6250代 说明500多年前 景州人养殖生蚝的数量就很可观 用木板和泡沫做成方格 在方格里寄网进行水产养殖 用绳子将生蚝调养在海水中 并加以固定 一块块蚝田由此形成 待海潮退去 天未亮 林壮风就要开工 这是收获生蚝的最佳时间 工人们要加快进度 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 午后时分 海水上涨 采割就要告一段落 但是距离生蚝走上餐桌 还差一个关键步骤 在景州 男人都出海捕捞 或以养殖为业 女人则负责开蚝和加工 景州镇的大部分妇女 各个是开蚝的能手 景州大蚝味道鲜美 离不开景州人的开蚝技术 生蚝有强壮的壁壳机 要想完整取出生蚝 并且不损伤蚝肉 需要精准的手法 勤劳的景州妇女 从小就练就了一身 开蚝的好本领 蚝钻一翘 右一转左一转 一颗圆溜溜的蚝肉 就脱壳了 咸熟的开蚝技术 既保留了生蚝的完整 也保证了蚝肉的鲜美 刘建茂作为酒店的潮州菜总厨 他的绝活就是来自景州的生蚝 为了留住生蚝最原始的口感 刘建茂片刻不敢停留 腌生蚝 红辣椒 酱油 鱼露缺一不可 两小时的静置 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 不断渗入蚝肉中 这种生烟的鲜 一上来就对味蕾形成强刺激 不习惯生吃 那就试试热乎的 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 酥脆的面粉与生蚝搭配 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 请您趁热品尝 别急 还有更嫩的 烹饪又好 番薯姜是必不可少的配料 不用鸡蛋而改用鸭蛋 让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嫩 变化万端的食蚝方式 真让人生出不辞常做潮州人的感叹呢 食用后的蚝壳不会被浪费 打孔后将被串联起来 重新投入大海 成为蚝苗生长的温床 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 是每一位养豪人悉心遵守的约定 竹浪朝头纵横四海 食仙成为潮州鲜明的味觉标签 即使口味变迁 唯仙依然 江与海在交汇鸡当中 也孕育着极鲜美味 潮起潮落时 江水翻腾 水流搅起泥沙 有另一种鲜美 等待有心人的赏识 西江一路向东奔流 在汇入南海之际 江水与海水交汇 形成了一片咸淡水融合的广阔水域 黄沙咸就生长在这片水域的泥沙里 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正值江水涨潮的最高峰 梁桂英与丈夫冯长福选择了一处江面 驳好小船抓紧时间捕捞黄沙蟹 身为木舟食黄沙蟹是最出名的嘛 称为西江小鲍鱼哦 捕捞黄沙蟹不但要看准潮水涨落 还必须有特殊的捕捞工具 当地人叫做险爬 十几个险爬很快被依次抛入江水之中 直沉江底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夫妻俩就开始静静等待 等待水流将黄沙蟹冲入险爬 石板沙是西江水流冲击而成的小岛 大多数岛民都是世世代代依水而居的渔民 一直都是出海拿鱼拿鱼 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 旁边的人都提前一个星期是绿单的 如果是今天即时喊你,不能给他 因为好吃的嘛 不好吃也不出名了,对吗 此时,江面一片灰蒙 天色也开始暗淡下来 眼看着大雨将至 夫妻俩不由地加快了捕捞的速度 一有风有雨 走不及家,你收不及家 你这爬前部十几个爬哨的陆水 你收的切磨 一翻风六月怕的了 大雨不期而至 好在梁桂英和丈夫早已及时回到岸上 雨过天晴 煮一盘波波险 则是他们对自己的心熬最好的慰藉 在热力的催动下 黄沙蟹的蟹壳开始逐一占开 并发生一连串波波的响声 肥美而嫩白的蟹肉也随之脱壳而出 当地人形象地把这种吃法称为波波蟹 热气阴晕之间 黄沙蟹的鲜味四散开来 圆润饱满的蟹肉 洁白柔软 蟹汁鲜香浓郁 石板沙疑人的美景和黄沙蟹的鲜美 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游人 往日寂静的小岛如今也热闹非凡 黄沙蟹自然就是游人们必点的头牌美味 人们对仙的执着追求 绝不止步于广阔的海洋奔腾的江流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 一条蜿蜒流淌的淮河 让一座北方城市有缘邂逅水中美味的至仙时刻 寻味而动 闻仙而至 信阳人对仙的追逐催生了越来越多以烹饪和仙为主的农家乐 去信阳市一百九十公里的固石县 颜光辉家的奇仙美味就来自门口的这条河 我在广东也待了二十多年 每次回来看见这条河 都好像看见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 满满的回忆 一切都浮人在脑子里面了 自从母亲去世后 童年的味道在颜光辉的记忆中愈发浓烈 强烈的归属感让他选择了回到家乡 对那种香味是记忆犹新的 我就想利用河里城的这个资源 把那个小时候的感觉 给它找出来 从小练就的捞仙本领 让颜光辉的餐馆开得与众不同 每天只开两桌的规矩和一个仙字 吊足了寻仙食客们的胃口 这个盒子养育了大家的人 不是说养育我一个 为了把握这种美味的最先时机 颜光辉需要提前两天捕捞 这种自制的捕捞工具 当地村民几乎家家都有 它的捕获目标 就是隐藏在河沙里的险子 我们小的时候 到夏天的无聊 游泳的时候就光着脚 游泳的时候在河里面 那时候很多密密麻麻的 用脚一踩就可以试得到 弄个盆都搞一个一大东西 回去吃 物资匮乏的年代 唾手可得的沙显子 是当地人获取营养的最好美味 如今这种沙中俗物凭借一个仙字 征服了大众的味蕾 成为远近时刻 竞相追逐的舌尖妙物 沙显子在成为美妙的实物之前 土沙是必经之路 和别人选择用盐水浸泡 刺激显子快速土沙不同 盐光辉都是头天捞显 一晚上的时间 让蕾子在清水中放松自如的 一吐为快 一夜吐沙后 蕾子体内的泥沙已所剩无几 此时是哈蕾子的最好时机 淘洗锅的蕾子加少许清水 一同倒入铁锅 蕾子受热 张开外壳时迅速捞出 鲜嫩的把握 全在那至关重要的几秒 哈蕾子的汤水 一般人都会倒掉 盐光辉却视为珍宝 在他看来 蕾子受热后 瞬间释放的鲜味元素 就蕴藏在这乳白色的汤汁中 静待杂质沉淀汤底 就是一味极好的调鲜剂 从下河捞鲜 到乳白如玉的鲜子肉 亮相灶台 需要两天的时间 耐心不打折扣 换来的是鲜味的不同寻常 辣椒切丁 铁锅加热后 倒入少许农家菜籽油 倒入鲜子肉快速煸炒 放入辣椒 勺起勺落间 鲜味便悦然而出 如此之鲜还不够 加入一勺哈鲜子的圆汤 让鲜味再次升级 连味精都不能放的 它就是那个鲜味 其实很鲜 吸足了汤汁的鲜子肉 紧实而饱满 色如羊之玉 看一眼就口舌生津 来 你好 稍微放凉后的奥子膜 松软弹牙 嚼劲十足 几乎能包裹任何食物 荤素皆宜 多寡随意 与辣椒炒鲜子肉的相遇 则碰撞出了平淡岁月里 最美妙的火花 清甜的麦香 轻轻拨动舌尖上的味蕾 鲜辣爽口的鲜子肉 趁虚而入 口感与滋味 在唇齿间完美交汇 令人欲罢不能 欲说害羞 与鲜为伴 造就了天南海北的 捕鲜高手 他们观天气 侧水流 看似不动声色 实则胸有成竹 在湖州下煮湖 罗小荣的名号 无人不晓 她可是号称 可听音变味 水下捞针的 第一顺风儿 抱抱孙女 看看下棋 罗小荣的生活 似乎很安逸 这位似乎无事可做的 罗小荣 可是曾经叱咤 夏煮湖的水产大王 夏煮湖 拥有六百多个蹲岛 千余条港岔 二百多只国家珍稀动物 珠环乐居此处 优良水质 更成就了中国青虾之乡的美誉 近些年 为了保护湿地资源 守护一湖避水 夏煮湖退鱼环湖 开发湿地公园 原来的水产大队 不再靠捕鱼为生 罗小荣的生活方式 也发生了改变 从水产大王 到无事闲逛 罗小荣心中虽然失落 但说起以往捕鱼相伴的伙计 他仍是一副 舍我其谁的架势 这个叫糖螺丝 这样子糖螺丝 糖螺丝 用这个擦汤 擦鱼 擦下去 就是擦鱼 沙网 网就是到河边 太多鱼了 就是擦下去 这个就是 就是那河帮的 这个河帮长在你底下 用这个叉叉给它挖起来 河帮就是用这个叉叉 归住它 给它搞起来 虽然不再靠捕鱼为生 但留恋各种乐趣的罗小荣 每隔几天 还是要下水 过过捞河帮的饮 夏主狐狸河帮多 究竟要去哪里捞 没人比它更清楚 在他脑子里 可是藏有一幅 无自寻宝图 手握九尺钉耙 重回夏主狐的罗小荣 毫无保留的 大展昔日的王者风范 这个夏主狐这个地方 哪里深哪里去 我都知道的 我从小这里长大的 哪里河帮在多 螺丝哪里在多 我肯定知道的 炸鱼 炸老河帮 烫螺丝都是大王 真正的高手 最会拿捏出手的时机 只见这位水产大王 端坐船尾 两手握住钉耙 在水底慢慢滑了 河帮稳居水底 几乎不动也不发出声响 让人看不见摸不着 但这难不倒罗小荣 长长的铁爬插入水底 滑过水底之物的表面 声音入耳 是棒是石便已了然 你听到吧 它打声响你听到吧 河帮河帮的声音 沙头跟河帮被一样 声音 这个螺丝 摸了摸了就知道的 你这个说摸一下 高气质就知道的 听声变河帮是罗小荣多年练就的本事 他曾经一人一爬 一天捞了四百多斤 在下煮湖一战成名 一个个有黑的河帮裹着泥沙 从水底被捞上来 轻轻一晃 在水面逃去泥沙 便进了船舱 俗话说 春天喝碗河帮汤 夏天不生肺子不长疮 且不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 在春日的下煮湖 河帮是当之无愧的美味担当 此时河帮的肉质最肥厚 也最干净 但处理起来颇费功夫 罗小荣不紧不慢 先取出磅肉 细细洗过 反复敲打 直到磅肉变得晶莹透亮 这是下煮湖的渔民们 烹制美味河帮的卜尔秘船 此时河帮内在的厚实肥美 终于完全显露 对于罗小荣 这份鲜美千斤不换 河帮跟鹅干差不多吗 鹅干肯定好吃吗 我觉得河帮不鹅干肯定要好吃到东西 堪比鹅干的河帮 配菜却是最便宜的冬瓜 别急 清爽的冬瓜 可以尽情吸纳河帮的鲜味 这个搭配绝对值得拥有 不过切记少放盐 河帮本身已经足够鲜美 好了 我烧了一道河帮 烧了一道菜 还有两个菜给我老婆去烧好了 烧完河帮 罗小荣的任务就结束了 喝喝茶 静等开饭 即使打捞 即使烹制 河帮冬瓜刚一出锅 就溢出满屋的香气 一道简单的河鲜 让罗小荣重拾昔日乐趣 也让一家 享尽春日鲜美滋味 在许多人的味觉词典里 仙字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仙味用一种 近似于四两拨千斤的功夫 将味觉记忆牢牢地捆绑 与仙为伴的人们懂得 江河湖海 山野林间 有仙则灵 大自然精工细琢出的 这种绝妙滋味 令人心生向往 难分难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